麻烦的帮我拿出来啊 农历春节出游潮 桃园机场却多了些紧张气氛 除了机场工作人员 大部分民众几乎都戴上口罩 尤其往返中国香港地区的民众 更是如临大敌 回家 还是会怕坐好 那个玉环比较好一点 行李箱两大盒 在那边随时带着比较好一点 香港有那个会 会员的情况很严重 有一个就中了 我们也怕台湾也会有危险 因为香港就比较贵好几倍 差不多买 我们都买不要太多 因为怕台湾都没有 所以就买差不多 一两盒就带回去 口罩买好买满 就是担心受到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波及 民众自我防护下足功夫 全副武装的场景 在入境大厅也可以看到 去书 去书 怕被传染 所以从飞机上就去戴口罩了 对 蛮多都戴口罩了 你有在当地买口罩 就大家都戴口罩了 现在那边各种消息都有 所以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那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了 不管是从中国 还是其他地区返台的民众 普遍反映 在飞机上就发现 同级乘客都是口罩戴警警 因为武汉肺炎各国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在没有找出有效防治的方法前 谁也不敢大意 桃园机场防疫应变同样升级 加强入境动线消毒 工作人员透过超微粒喷雾机 在空桥后机市入境区施行消毒作业 但就怕有个万一在武汉宣布封权后 国内包含华航华信东方航空南方航空飞往武汉的航班 已经在23日全面暂停 预估一周12班次将影响2000人 而华航更加码 宣布武汉航班停飞到2月底 一共取消4次架次 影响大约4000名旅客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台湾从民间企业到政府统统动起来 就是希望守住防疫的最后防线 欢迎新闻陈森燕 黄云廷 桃园报导